这个女人居然要跳进零下30度的北冰阳 旁边的人都裹着厚厚的羽绒服 但她却只穿了薄薄的潜水装备 还一点也不觉得冷 女人小美不顾朋友的劝阻 咬上呼吸器 一个纵身消失在了冰冷的海水中 水面被金冰覆盖 深邃的海洋里静气无声 除了透过洞口的一丝丝光亮 和一样统治着这个寒冷又残酷的世界 可小美却一点也不害怕 她的注意力全都被眼前的景象吸引了 鲸鱼一家游到她面前 好奇地观察着 这个跳进北冰阳的勇敢女人 突然小美发现 金鱼宝宝的尾巴上缠着一团鱼网 她赶紧游了过去 宝宝也知道 面前的人类是来帮助自己的 于是乖乖待在原地 一动不动 谁能想到 这个女人冒着生命危险 竟然只是为了取掉一团鱼网 小美缓缓游到金鱼宝宝身后 从腿上拔出匕首 用力切割着惊润的鱼网 金鱼宝宝十分配合地抖了抖尾巴 鱼网顺利脱落 金鱼一家再次游到小美面前 无声地表示着感谢 小美一时间呆住了 回到岸上 她兴奋地告诉大家 金鱼宝宝不能自己浮上来换气 是因为被鱼网勒住了尾巴 现在问题解决了 只要安心等待破冰船就可以了 然而 事情并没有小美想得那样简单 到了下午 气温骤降 洞口的水面再次截起浮冰 金鱼一家已经七天没有吃过东西 为了存活 他们耗尽了体内所有的能量 不仅如此 金鱼宝宝的状况也并没有好转 虽然挣脱了鱼网的束缚 但嘴上的伤口已经恶化 还诱发了严重的肺炎 众人心疼不已 但也只能赶着急 只有祈祷破冰船快点赶到 深夜 气温降到了史无前例的零下45度 洞口的浮冰越来越厚 金鱼每一次换气 也变得愈发艰难 人们破冰的速度 根本赶不上结冰的速度 眼看金鱼就要被困在水下淹死 他们只能赶紧向镇上求主 很快 小美带着帮手来到现场 孩儿兄弟带来了他们自主研发的除冰机 这东西放在水里 水就不会结冰 可等他们把除冰机拿出来 小美却傻眼了 所谓的除冰机 竟然就是风扇上绑了个泡沫 但看着孩儿兄弟信心满满的样子 他也没有办法 只能硬着头皮试一试 不料 还没等除冰机发挥作用 发电机就先熄火了 零下45度的低温 冻住了发电机的燃料 小美赶紧呼叫小帅 让他重新找一个发电机过来 并且在路上不能熄火 否则又会被冻住 等小帅火急火燎地赶过来 刚要上飞机时 却遭到了阻拦 由于机舱是封闭的 发电机排出的废气 会把里面的人给呛死 金鱼危在担心 小美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他让飞行员不要关闭舱门 顶着寒风飞过去 然而 这个鲁莽的决定 却差点害死了所有人 路上 众人被冻得半死不活 机舱里的气温 直接降到了零下70度 大家呼出的热气 全部附在脸上 凝结成了一层厚厚的白霜 突然 飞机一阵颠簸 领暴声大作 众人在心中提到了嗓子哑 飞行员的眼皮被冻住了 看不清东西 飞机正在缓缓下坠 小美绝望地哭了起来 此时 小帅心生一气 既然舌头粘在冰棍上 用热水可以化开 那么口水也应该能管用 于是 他心一横 无视飞行员的拒绝 操上去就是一个某某单 信号 虽然过程有点恶心 但效果显著 一行人有惊无险地赶到了现场 重新接上电源 除冰机成功运转 危机暂时解除 众人都松了一口气 然而 破冰船那边 却遇到了大麻烦